刘仲敬 自曝之一 观点与态度 我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不是历史的记录者 等于说吧 我这样的人要是比较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17世纪在英国经常出现的那些小册子作家 在这些小册子作家中间 大部分都写的是急旧章 迅速消失 也有一 两个像哈林顿这样的人写的文章被保留下来了 而我却一点也不像是20世纪以后 甚至是19世纪以后的所谓史学专业的人 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而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们还处在历史生成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到可以以客观的立场书写历史的地步 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谓历史的国际化 与世界接轨不可能成功的原因 你要与世界接轨 变成欧洲史学的状况 那就变成一种纯粹技术性的东西 查档案 积累资料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积累是没有意义的 在16、17世纪英国处于国本未定的时候 史学著作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和参与性的 像修摩和麦考莱这种人 更不用说克拉林顿了 他们的党派身份是极其明显的 他们的历史著作跟他们当时的政论文章 实际上是一回事 更不要说米尔顿和哈林顿这种人 他们的历史 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来说 绝对是不讲理性客观中立的 但他们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 理性客观中立 纯粹专业技术的历史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国本已经确定 政治争论的声音已经消失以后 在19世纪末叶 这时候的历史才会沦为 一种纯粹工匠性的行业 这时候的历史 也就是我们想要跟国际接轨的历史 是一种技工性质的历史 所有的专业人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跟你瓦工或者是工程师没有区别的 只是专业上有点差别 但是基本精神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的用途就是积累知识 坚持价值中立 这是一个工程师的立场 但是你如果让麦考莱本人来说的话 他毫不犹豫地说 这是文书和书技官的历史 这是绅士所不齿的 他当然是以绅士自居了 绅士是共同体的领袖 毫无疑问对共同体的命运和文明本身的兴衰负有特殊责任 这个责任感 就像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所谓的天下新王是士大夫阶级富有的特殊责任的概念是一样的 他们绝对不打算做像文书一样单单是收集材料这种工作 恰恰相反 文书 书技官收集的那些材料只是给他当作工具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分歧 当然 因为西方史学起步比较早 技术水平比较高 你可以说他们的尼瓦匠和工程师比我们的尼瓦匠和工程师 在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上高出了N多个档次 所以你要讲和国际接轨 从这一点讲也是有利的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相当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 国本斗争还处在近在咫尺的地步 按照奥威尔的说法就是 斗争处在一时的表层 使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性客观中立 在这个基本的差异之下 干脆递说吧 我们自己是历史的演员 而不是历史的记录者 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都要更多的依赖于你自己在历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使学奇才这个说法是别人叫出来的 不是我叫出来的 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正在进行的历史中的一个演员 有强烈的干预历史的愿望 而且对自己在现在这种国本未定的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有相当清醒的意识 其他人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样 坚持假装他们已经脱离了这段历史 照米兰坤德拉的说法 他们假装生活在别处 而我不想这样假装 这就是我跟他们的唯一区别 所以我说的那些话 我相信大多数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如果肯有点耐心收集材料的话 很快就可以知道 如果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说出来 那就是出于皇帝的新衣和生活在别处的缘故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不是史学的奇才 甚至这种功能根本不属于史学的范围内 而是一个对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有特殊敏感性 而且有足够的诚实把这种敏感性说出来的人 这就是我跟其他人的区别 有些人可能敏感性比我差 但是更多的人是根本不想说 他们为自己伪造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声音 就是这样 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 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 我像爱沙尼亚的日尔曼人 他们是中世纪歧视团的余孽 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 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 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 这种人认为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 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 对两者都有忌惮与轻视的感觉 这种人一面怀着智力优越敢扮演游士 一面深知自身处境的极端脆弱 永远不会是统治者或多数派 任何变动都是威胁 我像犹太人一样 对外和对自己是两种人 履历表的项目和经历对我基本是混事的 我很少投入经历和关注 我自己担惊竭力的知识谱系 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 恐怕豆瓣网的网友还知道的多一点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 冥冥中若有神意 我在12岁和13岁之间 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步投书 当时八十年代中叶 不存在网络 我似乎猛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 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 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 因此书越难读 耗费时间越多 对我来说就越好 史记比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 因为一测史记所消耗的时间20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 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意上的文学青年 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磨记磨诵 就像对待艳歌行或长恨歌一样 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 别无其他目的 我不看表 智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 只看本季 列传之类有故事 有文采的部分 故事总会有续集 文采则是会上瘾的 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24史的大部分 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 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 无非是搜集大侦探剥落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 我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 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 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 现在看来 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薰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 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 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玉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时间已在90年代初 大学时期 当时我在匹号 而不是需要 指引下 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 在流行的周作人 林语堂 梁石秋 查尔斯兰姆 蒙田 赫兹里特 爱莫生当中 一侧薄薄薄的春劳集 泪雨笑突然跳出 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宜尊的高阳台 重来以示朝云散 唱明珠佩冷 紫玉烟沈 前渡桃花 依然开满江巡 世界若有烂俗胎词所谓灵魂伴侣 一定就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费多大的劲 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 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玉春散文全编 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一文 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 后来 我收集此类图书 数量数十倍于当时 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 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藏》 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 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 此书堪称津津美誉 在诗歌方面 我只能给格雷的木判哀歌和软吉的永怀同样的评价 同时带流行的优质散文加粮食秋 董桥之类 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 甜腻可口 绵软一宿 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 顺便说一句 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 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 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 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戴尔 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 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 以后永远没有磨平 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 我是苛刻的词章鉴赏者 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 文笔是视野 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 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 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 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 我查看这样的作品 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 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 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 对我来说 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 相反 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 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 照柏拉图的说法 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急扔的梯子和锤子 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 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实践不成比例 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 第一个是古典时代 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 在此之后 有格局 有邱鹤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 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 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 十九世纪以后 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 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 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 我深信 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 就不能真正领悟自逢里的含义 这种含义犹如余音时解释的陈寅克心史 只能领悟 不能证明 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 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 只能看到一位米瑞而冷静的观察家 他不偏袒任何人 任何力量 透过留俗之鉴和文宣辞令 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 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然而 我们不要忘记 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庭臣 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 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 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在赞美死敌心胸膏上 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 其中道理 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柜子手道歉 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丰度 你就是书家 我们进行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 习惯于明确 夸张 恶毒地攻击敌人 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 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 加里波蒂说某人慷慨恢弘 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 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 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 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 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 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 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 但他相信大事已定 逃避无意 因此他对理性认同 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庭臣的恭维 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 恭维背后 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 某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 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 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 当然 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赶罗织成系统理论 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位的证明 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在2002年前后 这时 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 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 死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 简单地说 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 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 而在格局上 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时政研究所能解决的 从根本上讲 以文明新王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 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 但如果没有前者 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 除非你认为 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 伯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 本身就是文明由胜转衰的征兆之一 当然 在实证意义上 胜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 中国的伯雅教育早已灭亡 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的伯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 时政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 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 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 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 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 只有祖先 没有后裔 在我自己心目中 我也是意外出现的一乡一客 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 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却有意义 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 更不知道 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显然 我本来就是局外人 问题并不在于我跟前辈学者不同 而在于我跟大多数人不同 如前所述 我真正的教育发生在隐秘生活层面 履历表体现不了这些 正如传记体现不了私人爱情生活 从进化生物学角度讲 人类和极少数灵肠类的特殊点在于情境模拟能力 也就是说 你首先能够产生自我意识 然后能够把自己设身处地带入其他角色的位置 从而形成一种全局博弈的整体图景 这种能力类似其手的布局能力 是文明和社会群体得以产生的根源 不用说 布局和认识布局的能力相差甚远 在著名的龙中队当中 刘备和诸葛亮对同样的局势得出了不同的对策 刘备希望继续南逃郊州 诸葛亮希望夺取荆州一州 绝地反扑 这就暴露了两人情境模拟能力的巨大差异 解释了刘备需要诸葛亮的理由 古典华夏的文史教育主要为此服务 其方式与诗歌教育相同 林黛玉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教育法 首先用足够充分材料 史书或名诗 把你淹没 内化为思维环境的一部分 然后指望你有天赋的情境模拟能力 自动产生玻璃球游戏高手 诗歌高手 如果你添资不足 就会变成寻章摘据的沉醉良式学究 但这是必要的报废成本 所谓史实 就是生物学所谓情境模拟能力 斯宾格勒称之为像术的直觉 直觉强大 你就能像福尔摩斯一样迅速发现 缺还在哪里 证据与环境不协调 应该是伪造的 尤其是 在缺还无法补权的情况下 你要根据情景 复原出最可能的原貌 制定出最可能的计划 西方史学包括反事实历史 但根据华夏传统教育的取向 不是情境模拟能力为历史研究服务 而是历史研究为情境模拟能力提供材料 情境模拟能力不足 绝对不能为已是大夫性质的任务 我相信 正规教育对此没有帮助 因为阅读量达不到传统教育要求的淹没标准 实现不了内化效果 意识形态教育对此有莫大的破坏作用 由于考试以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情境模拟能力 所以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 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 蒋介石应该像罗斯福一样行动 日本应该像德国一样认罪 毛泽东应该像省长一样服从 这话听起来像笑话 其实比国学术研究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内容组成 全文完 全文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